《臺灣醫療品質學會》 理事長 首先我們邀請台灣醫療品質學會理事長 兼國立中山大學後裔籌備處主任 鄭紹雨教授開場致詞 好 叶庭怡医师叶教授 还有我们在国内的 这个高中农民总医院陈金顺副院长 还有我们台中农总病安会主委吴杰亮主任 以及我们这个台湾医药品学会编辑委员主委 我们林口的黄红颜教授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这个国会的主委黄伟春主任 还有我们的秘书长高龙的张旺春主任 以及在线上的医疗品质伙伴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首先代表台湾医疗品质协会 欢迎来参加这个台湾医疗品质主持馆系列 这已经到了第十次的国际大师系列的一个 这种精彩的一个演讲 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跨业 刚好借由这个COVID-19的一个疫情 来跨业边境 聆听我们这大师来看见世界 来共同提升我们的品质 那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疫情在台湾 从今年的午夜爆发以来 已经好像这个三红爆发一样 很快的增加 目前台湾已经有15000多人的确诊 也造成了740人的死亡 那目前也迅速的把这个疫情的都控制的相当好 那已经今天的这个疫情 大概新增只有31例 那Bandu就28例 那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这个疫情在国际上 还是像这个不断的一个这种爆发 目前全球呢 我所看到的大概是有1亿8600万确诊 死亡已经到400多万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台湾目前大家在我们指挥中心的一个 带领各县市首长的努力之下 国人的配合跟我们医疗研所 共同打拼 看起来疫情是有缓和 已经快要解剖 不过我相信 还是面对国际上的一个冲击 还是会抛涨汹涌过来 我想今天借由这个机会 我们请到了美国生物学家来 替我们再来做一些论述 那我们就把这主持棒交给我们伟称主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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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来自台湾各地的线上的伙伴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高雄农总的副院长陈金顺医师 那我们都知道COVID-19 从2019年的年底到现在 已经造成全球大概有1.81的人感染了 那现在大概有全球 刚刚这里上台湾有700多万 全球大概有400多万人的死亡 那这个研发疫苗去打疫苗 是终结这个疫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但是随着感染人数增加 我们病毒都也不断的在做变异 那突变也跟着在增加 那病毒一代一代的在变异在突变 就成为各式各样的变异株 所以这一场这个COVID-19 就很明显就是病毒跟人类的一个竞赛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可以完全的落幕 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像刚刚郑理事长讲的 已经办了第十次了 那高雄总统在这方面 我们持续都支持这样的活动 希望能够持续的精进整个新冠病的 这个整个照护跟研究上面的发展 那我们这次跟台湾医疗品质学会 还有中华民国重症的医学会 还有台湾心肌梗塞的学会 还有台湾急救家务学会 我们合作了一系列 针对新冠肺炎的一个重症造物 一般造物疫苗跟病毒 然后针对这方面的问题 就安排一系列的视讯课程 那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一起守护这个台湾 那今天很感谢叶医师可以分享 重要的病毒基因突变跟演化的案例的研讨 那祝我们整个晚上的研讨会成功 那各位伙伴们大家平安喜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副院长 那我是黄伟春医师 那这次活动由高雄龙总 跟台湾医疗品质协会 台湾心肌梗塞协会 跟重症协会 和提救家务学会联合来举办 那医疗品质协会陆续也办理 包括邀请各国 美国 新加坡 韩国 还有 英国 澳洲的专家来做一系列的演讲 也包括德国的医师 那最近 针对COVID-19也邀请到 美国纽约的张凯明医师 跟陈振廷医师 那同时也邀请英国 回来的台湾叶庭医师 做这个vaccine的一个分享 那陈振廷医师也 帮我们分享两次重症的一个治疗 那上礼拜我们针对COVID-19 一些 这个AI的兴趣是 也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演讲 那在下个礼拜 我们邀请办一个COVID-19 在ACS Care 在礼拜四晚上的时间 也欢迎大家上线来做 上线浏览 那我们在年底的 与美国重症学会办 急重症的一个联合学术研导会 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 那今天的课程主要由 我们郑理事长跟陈副院长的 来做开场 那接下来呢就是 邀请我们叶医师来做分享 那在后面会由 我们台中隆总 就我们THQA的病单会主委 吴解亮主任呢跟这个秘书长庄旺川主任 来做一个联合的一个主持 那最后面由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委 在黄红炎教授做一个closing 那叶医师呢 叶医师本身是 在美国做病毒跟细胞生物的一个专家 那之前在 在网络上也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在包括污水监测 这个新冠病毒的进度 怎么去做进度 也做一些网络的分享 那同时在包括这个钻石公主上面的病毒演化 也做论文的发表 那也发表一些专业的意见 提供我们临床的参考 那叶医师本身呢 其实是在台湾 就是在我们高雄这个医学大学毕业 那医学系毕业在1999年毕业以后呢 就是到这个美国去进修 那本身目前是在John Hopkins生物系的细胞生物专家 也在Bodymore的一个海洋环境技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那同时也创办了一个农业生物的技术实验室 那叶医师在20毕业两年以后 就在这个纽约Center做研究 那同时呢 也在2009年就到John Hopkins做这个生物的一个 一个研究 那2019年他同时也开了自己的公司 所以现在是老板 那本身在这个病毒呢 还有就生物生物生物学发表一系列 从1995年发表一系列的论文 那同时目前也是开自己开了生技的公司 那设在巴黎摩尔这个马里云大学里面 那同时目前也在John Hopkins去当研究员的工作 那最近呢也发展那个COVID-19的 Receptor Stroscreen的一个平台 那也陆续今年发表了三篇跟COVID-19相关的一个论文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这个从美国来的夜庭寓医师 今天很高兴就是说很荣幸能够就是在这边呢就是跟大家见面 然后并且呢分享了我在那个COVID-19相关的研究 那就是非常刚好呢就是今天的那个 就是昨天那个我的paper才刚刚就是正式上线 那大家都可以download 首先呢我要先感谢黄伟群医师呢邀请我今天呢给这个talk 那我的名字叫做叶庭寓 那刚好跟从英国来的这个叶庭寓医师的同名 那上周呢他呢讲了疫苗 那这个礼拜呢我讲了COVID-19的演化 那我现在呢是Hopkins生物系的助理研究员 我自己也拥有了生机公司叫做Oxygen 然后是在马里云大学 那这张照片就是售我公司的所在地 那我的公司呢目前是利用呢细胞生物学的检测 来筛选呢新的植物方面的用药 然后呢我同时的话呢也有这个 一个project就是呢利用呢氏菌体来治疗植物 以及呢这个人类的病害 那我之所以对植病呢就是有兴趣的理由 主要是因为我在医学院的时间 在中医院职务所林达森老师的实验室 研究竹签纹病毒 那当时呢就是研究竹签纹病毒的RNA recombination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会提到呢什么是RNA recombination 那我也很高兴呢在25年之后的话呢 我在去年呢也完成了一篇呢就是 paper然后呢把我25年前的 暑期研究生的故事走完 那我在Hopkins的工作呢主要呢是研究呢细胞内的包气的运输 那这些包气的运输呢需要一个 一辆车子喔 那这个车子呢在细胞内呢我们叫multor 那这个蛋白呢叫做dynin 那我呢也是发现了一个dynin的inhibitor 叫做dynarrestin呢是可以作为抗癌的药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呢这个包气呢不断的在细胞内的运送呢都是呢靠这个这个车子的缘故 那不过呢今天呢我的演讲呢跟我在Hopkins的工作呢以及我的公司呢事实上是没有这个conflict of interest的在这边呢要特别说明 那人类在全力的防御呢新冠病毒的同时呢病毒也是在全力的反击 所以呢我在这边呢用诸恶纪公园呢很有名的一句话Life will find a way 生命呢自己会找出路来作为一个呢开始 那这个生命会找出路的意思呢就是呢生命呢会利用演化的方式来克服眼前的困境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要面对到的四个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我这个talk的核心 是这些呢图片是怎么来的 还有呢就是这个演化是如何的筛选出呢新的突变以及新的变种病毒 还有我们呢为什么需要呢基因的检测 以及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呢预测或者甚至是预报呢就是可能发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这个就是疫情的爆发 那所以就说我希望呢今天的talk能够呢cover这些部分 那呢我们就藉由这些我去年研究的这些案例呢 包括呢在高雄的案例以及呢在澳洲还有的更重要就是钻石公主号来呢就是就是能够解释 尝试去解释说这些病毒的突变式的来龙去脉 那同时呢我也答应黄伟春医师哦就是说 我呢必须要讲一些呢就是我啊正在做的研究的主题 那这些东西还没有发表哦 那这也是呢hopkins的一个常态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讲我们还没有发表过的东西 那前面三个呢这个例子呢就是已经分别在各个期刊呢都已经有发表了 那这个covid-19的确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哦 那他已经杀死了将近400万的这个人口 那我在这边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呢就是不要小看这个病毒哦 为什么呢就是例如说呢像我在那个UCLA的朋友呢 他目前呢就是有就是一家的病人呢就是他们呢都已经打完了这个辉瑞的疫苗呢 那他们还是得到Delta的变种病毒 所以就是说这个病毒并不是因为呢你有打疫苗就可以放过你 那另外的话呢我还有另外的朋友呢就是他们家呢就是有两位医师的话呢不幸的就是过世 所以如果是说像我们住在美国人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有这样就是一二是朋友 或者是朋友的家人呢就是知道covid-19然后不一定离世的这件事情比比皆是 那我们如何能够从呢这些案例当中呢就是学到一些教训 然后由这些教训当中呢来呢就是改变了我们的防疫策略 那这是我在这个talk当中呢的一个主题 那在这个covid-19呢发生的这个就是说17年前的话呢我们呢早就是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就是SARS 那也就是因为呢就是在这17年来呢就是人类对于这个SARS的不断的研究 然后甚至呢就是解开了许多的这个谜题当中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面对到covid-19的这个疫情的时候的话呢 能够在这么快速的时间之内甚至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把极蛋白的这个结构已经解出来了 那在我们之所以就是有这么快速度就是因为呢就是踩在这个这些17年来的研究的基础上面 所以我们要谢谢呢这些呢就是不断研究的科学家们呢所带来的贡献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要问说这些图片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病毒的复制的话呢主要是靠病毒的复制酶也就是RNA dependent on polymerase 那在这边的话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polymerase呢 新冠病毒的polymerase事实上是有这个就是pulphyridium的功能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事实上它是有一点自我校正的这个功能在的 所以它虽然是造成突变的那它突变的几率是上是小于的 像有些RNA的病毒例如说像hiv 所以这件事情要先稍微澄清一下 不是说它是突变最快的病毒上不是 那突变的话呢是有可能有两种来源 第一个来源呢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比如说像一些点突变或者说是像一些delusion等等 那我们再经过添责的话呢在下一处呢就是说对于病毒有利的突变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是recombination就是RNA重组的现象 那这个就是病毒呢就是彼此交换了彼此的这个 基因的这个就是片段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得到呢不同的突变 那我们常说呢物竞天折适者生存 那这个适应呢在基因上面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剔除掉不好的突变 然后呢保留呢这个好的突变 那在这边的话这张图呢就是可以的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图变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随机的 那当它产生好的图变之后的话呢经过添责的这个筛选 然后之后的好的图变呢会在基因群中不断的扩大它的百分比 然后呢到最后的话整个基因群当中呢都具有的这样子的图变 那这个过程呢蛮重要的他们叫做fixation 那最有名的case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新冠病毒呢有一个突变叫做D614G 那这个突变的话现在几乎每一种变种病毒上面都有它的这个踪迹 所以呢那现在的变种病毒基本上呢跟过去呢在武汉原来呢发现的那个新冠病毒是非常不同的 那我为什么会加入这个COVID-19的研究呢那主要是去年呢大概一月底的时候我大学医学院的同班同学高雄市立研和医院急诊课陈介凡医师呢在有一天晚上呢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诶廷啊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就是非典型肺炎的病人哦所以他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就是一起写这个就是case report 那我那时候刚实验室刚开张不到几个星期那时候马上要死 我还是答应了他就是说一起呢就是写这个case report 因为我事实上呃离开医学院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临床了所以呃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的体验 那这case呢是台湾的呃第三例也就是鼎鼎大名的金巴黎舞厅的那位病人 那这个病人哦我想大家在这个就是包张杂志上面还有新闻就是说都看到哈他基本上就是从武汉呃回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呃呃呃跑去呢这个金巴黎舞厅 不过他因为他人不太舒服的话他跑去看开业医那也幸亏呢这位开业医非常的警觉所以呢就是把他立刻转接到呢高雄市立联合医院 然后被我同学陈介凡收到哦那在这个当下因为高雄市立联合医院呢他们的这个分流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病人在七分钟之内就已经被带到呢负压病房隔离起来哦这是真的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哦 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就是才没有就是再继续扩展出去那当然就是后来我们知道了那武厅小姐啊报警了 那所以所有的这个就是当场的这些呃客人呢也都是被抓去做筛检那幸亏呢也都没有事情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病程呢就知道是说这个病人事实上发烧差不多是一周的时间 那有一点轻微肺炎的情形所以事实上他症状不是说太严重哦 但是呢当时呢我们真的对这个疾病完全的不了解所以呢这是病人C值的变化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不敢呢就是把病人放出去 因为他的陆陆续续呢都可以从他的这个就是sample当中找到这个病毒哦 所以这个这个病人呢最后被关了整整82天的时间才出院当时破了世界纪录这样子嘿 所以就是说这是蛮悲惨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说当C值呢就是大于30的时候的话呢就不用太担心 那可是呢在那时候是真的完全不了解的 那在这个面的话呢就是要跟各位就提到就是说呢 台湾的疾管局呢事实在在四天之内就已经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序列呢全部解出来了 那呢而且把这个序列呢放在这个很有名的网站叫GISAIDGSAT的网站上面 呃然后就是全球的这个科学家都可以同时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球第43个序列 所以我当时进去的时候的话一页就写完了这样子 嘿所以就是真的没有多少序列可以看 那当然呢就是呃这个网站的原先他呢事实上是呃就是是流感病毒的这个呃基因的资料库 然后他们开放就是说让大家放这个Colman i Hit 结果没想一炮而红哦 那这个这个资料库现在呢已经有呢就220万个这个Colman i Hit的序列 那这个当然是成为一个就是大家呃做研究的一个呃宝库 那台湾是就是在这个这一场战役当中的话 事实上是在很早的时间之内就已经把序列放上去了 那目前的话呢在现在的话呢有218个序列呢是从台湾来的 那所以就说现在就说呃放的序列的数字呢事实上呢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增加当中 这样子嘿那不过呢就是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是从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下面很多的呃研究呢都是从这个呃网站上面download序列下来做分析 那这位呃金巴黎的病人的话呢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在这个ORF3A当中有一个突变 就是这个呃G251V的突变 那这个呃基本上对应在那个呃他的基因体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他应该是G26144的这个这个突变 那在这个当时的话呢事实上只有台湾以及加州的第二例呢才有这样子的突变 那当时我觉得这个突变可能蛮重要的哦 因为就是有两个地方已经产生这样的突变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case report写出来 然后呢投到了新一个医学科学杂志 那主编呢是跟我讲说呢后来呢他在呃就是张基的那篇呃夫妻感染的那个case report 跟我这篇当中呢他们就是很不幸的就是要 也不能说不幸啊就是说就是他们就选择了张基的那一篇 那当然就是说我这篇就很可惜了没有上新一个人学科学杂志哦 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呃这个东西呢后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26144的突变呢 他最后呢变成了一整个呃这个L的branch 那这个就是灰色这个部分 所以当时的话呢他的占的比例是相当于就全球的呃70% 那例如说在纽约地区哦就是有八成的话都具有这个突变哦 所以我们台湾算是最早把这个突变找到的人这样子 好 然后呢就是呃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大学的时候的研究是做这个呃RNA recombination的 所以当时的话呢因为呢这个冠状病毒很有名的就是他的RNA recombination 在2003年之前的话在SARS发生之前的话呢呃冠状病毒在医学上面并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一个病毒 因为他并没有造成什么很严重的疾病 那可是他在分子生物学上是相当呃重要的一个病毒 因为呢他的RNA recombination呢是被中研院院士呢赖明昭院士就是研究非常的透彻 所以呢就是呃我对于RNA recombination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那时候是知道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它RNA recombination总是有一天会发生哦 那我希望我是最早找到的那个人 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积极的在各个不同的序列当中去找是不是有这样的证据 那后来呢就是发现在澳洲的这个Covid-19的病毒上面的话呢 就是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那第一件事就是说他的这个突变呢都是位置在那3prong的这个UTI 就是在病毒的基因的最尾巴的部分哦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边的话有一些点突变 那同时有两个病人是有这个就是有deletion的这个现象哦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有趣因为在其他的呃病毒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呃就说突变哦 所以当时是非常的奇怪那这个位置是在哪里的就我刚刚说过是他是在3prong的UTR 那他的图片的位置事实上是在一个RNA的一个Domain叫做Stand Loop 2 Motive S2M的这个Motive 那这个Motive在冠状病毒的这一个家族当中的话 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保留的RNA的结构 所以这时候就是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那为什么很保留的结构应该照理说不应该是要有突变才对 那为什么就是澳洲的这个突变怎么会落在这个地方 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是那个当时2005年解开的这个RNA的这个结构 就是讲这个样子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那可是呢就是澳洲的这个突变的话呢就是散的到处都是 在这个结构上面很多的不同地方都有点突变的存在 然后的话呢就是后来发现了 哎这个部分的话也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小小的这个deletion的这个存在 那所以就是有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这种小小deletion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RNA recombination的一个 就是说很强烈的一个就是可能性是发生在这里 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有兴趣 我希望就知道是说是不是这个RNA recombination真的发生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什么叫做RNA recombination 那今天的病毒的话呢就是说它是正骨的病毒 那所以这时候的话呢这个RNA polymerase呢就是会用呢这个 它的这个正骨来呢就是加以复制 所以呢当这个就是polymerase呢遇到了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RNA的这个structure的时候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它并不是会直接呢就是能够再继续它就会掉下来 然后的话呢它会找另外一个病毒呢就是说的这个RNA当作呢这个就是模板 然后呢再继续完成它呢这个的复制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新的这个呃就是说的病毒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有以A来当模板以及用B来当模板 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病毒 那这个如果是说呢今天A跟B的上头都没有突变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就没有什么关系 它就跟原来的一样 可是如果今天的话上头是有呃就是有有突变 例如说像A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新号的突变 B的话是有这个菱形的这个突变的时候 这时候的话这个新的病毒的话上头的话就会有两个不同的突变 这时候两个不同的突变就会呢就是会在出现在同一个呃这个病毒序列当中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homologous recombination的现象 那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被赖密钊院士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有非常大量的这个研究 那呢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呃就是呃断点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呃形成一个recombination hot spot 就是它是一个热点的呃这个存在 那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话常常就是会在这个就是一个呃RNA structure的附近 那当然有些时候呢就运气不见得那么好 就是说这个呃RNA polymerase掉下来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一定就会粘回在原来的位置 那如果今天是粘在呃就是说不同的位置的时候的话就会产生两种情形 如果是发生的位置在后面 那当然就是说会有你会有发现这样子repeat的现象就是会有insertion发生 但是呢很多时候的话呢 它粘的位置呢就是说是在呃前面的部分那这时候啊你造成的呃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新的repeat的话 就是说这有很有可能就是是因为这样子repeat的造成的 哦突变的所在地然后还有21号跟28号的呃可能 就是呃这个演化呢是如何呢就是筛选出呢这个新的这个图片哦 那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介绍就是我在呃这个呃 这个呃钻石公主号面上面发现的这个例子 那钻石公主号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哦 那这个呃这个文章呢是在呢去年的4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送到WHO的repeat 那在这个礼拜呢就刚好呢就是呃7月1号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正式呃的发表 那钻石公主号呢当时的话呢事实上是在中国以外最大的这个群聚 那这个人数当然是相当的吓人因为他整个的船上面有3700多个人哦 那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当时呃就是日本政府的决定把这个病人呢就是全部都都留在这个船上呢 那最后呢就是呃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后结果就是3711位呃乘客加上的工作人员呢 那最后的是有712位也就是大概两成的人呢是呃被感染 那呢在这两成被感染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就是有一半将近一半的人事上是没有症状 那另外一半有症状的人当中呢是有呢99个人呢最后是死亡哦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就是这是第一次呢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真正的证据就是呃这个无症状的人的比例大概是有多少 所以是有将近一半的这是从钻石公主上面就是很清楚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呃现象 那还有一些呃就是其他证据那当时呢在呃呃二月到三月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发表了呃呃就是说序列的话有28个 那其中的话有呃呃就是有20个的话呢是有新的突变那在短短的三周之内的话呢事实上就已经累积了24个新的突变 那其中的话呢就是呃呃我们有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突变呢就是G110837这个突变的话呢就是呃不断的在出现了 那这个这个病毒的呃的突变呢已经在其他地方呃之前有被看到但是在钻石公主上面上面非常的明显 所以为什么这个钻石公主号这么的特别是因为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呢就是类似像实验室等级的呃这样子一个环境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外在的这个呃新的病例来介入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在钻石公主号这样子一个类似实验室环境当中去看到呢就是病毒是怎么样的传播以及呢病毒是怎么样的演化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几乎是完美的一个一个环境哦 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呢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呃就是所有的病人呢都有呃就是被那个就是抓出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因果关系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是呃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序列的这个演化术 所以在短短三周之内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就已经有呃产生了五个不同的分支哦这是这样相当吓人的事情 那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个G110837呢的这个图片呢是散的到处都是 那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典型的呃就是啊那recombination造成的现象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有就是说这样子观察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有接下来假设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呃我们第一个假设是呢就是这个病毒的话呢的事实上是在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呃选择性的压力之下呢就是造成的结果 而这个选择性的压力呢是不是会对病毒的这个呃突变呢造成的一些影响 那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病毒事实上现在呢那个他突变事实上是变快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个G10837的的这个就是说散案到处都是很有可能是借由这个recombination造成的现象 所以那我们这两件事情都需要证据那更重要的事情对于呃临床或公卫的这个角度来说 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我们是应该把病人就是全部都或说是所有乘客都留在留在船上呢 还是要把他们就是一一的就是拉出来就是疏散呢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呃也是一个就是说很好的问题 因为呢就是呃这种在船上面爆开的感染的事情就是说也不只是在钻石工作发生 在那个军舰上面就是美国或台湾军舰上面都有发生 那以及就是说在一些比较拥挤的环境比如说像移工宿舍也好 或者说是像这个监狱或者是像学校或者是说像这个医院当中 如果是万一爆开这样子的一个呃就是呃感染的话 那在这样子高密度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我们到底是该怎么做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呃一般的这个common sense都想说啊我们就直接把它全部都关在一起 那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所以就是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呃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病毒到底现在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呃就是呃突变的状态 还是说他事实上是在有一个偏责的压力之下的一个种情形呢 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呃的现情形我们可以用那个呃呃呃统计学的方式呢 或者演化数学的方式呢来来看这个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边的话有三种不同的统计学方式那其中一种呢是呃来自台湾的李文雄院士呃呃呃用的数学的方法 那这三种呢呃呃的统计学方法呢各有各的不同 不过基本上他们都看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 这个病毒现在正在有很强大的这个正向选择的这个压力 也就是说病毒现在想办法要把这个有力的图片筛出来 所以这病毒实际上是对这个事情是相当有具有反抗性的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这个control的话基本上都是正的数值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说病毒现在事实上是在一个高度 就是说这个就是高度选择性的压力之下在做演化 那另外呢就是说那这个G110837是怎么样子散的到处都是 那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它是其中的一个图片 那等到呢就是说呢这个病人如果是说呢 同时被这两种的病毒感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他有可能就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个就是病毒 那同时带着这个G1108383跟他原来的这个图片 这时候就是两种图片通通都有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呢 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利用的另外一种数学模型 来它演化模型来加以验证那这个东西叫做linkage disequivalent 的方法那我在这边不多做就是遗传上的解释 你就是知道在这样子一个方法当中 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空格呢 就是代表这个RNA recommendation是真真正正的有发生 所以呢在我们在这个当中的话 甚至看到了有四个人 事实上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是真的有这个就是RNA重组的现象 所以这个实验事实上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把那个新冠病毒的RNA recommendation 现场抓包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是这个也是证明的就是说你现在在把不同的这个病人的放在一起 事实上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记住一件事情是说不可以把这个病人就是锁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给他放个几个礼拜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应该是要在就是说尽快时间之内的话呢 就是把病人的就是尽快的疏散 那不管是说他是在什么地方 那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我立刻的跟那个WHO通报 所以就是说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去改变 就是说当遇到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能够尽快的疏散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想就是大家可以keep in mind 所以这个G1083的TL事实上不是说只在钻石公主号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就是有夹带的G1083V 那当然占的这个数量并不是说别多5到10% 不过这不是一个就是少见的这个就是图片 因为能够在这个图上出现都是很常见的图片 对 那我是觉得是说我运气非常的好 因为就是没想要在钻石公主上面的话呢 我居然又找到另外就是在这个S2M的这个图片 这个就是完全的意外了 就是他有另外的这个G13跟G28的这个图片 然后我刚刚的电脑程式上乱出来 G28的话呢就是说应该也是个图片热区 结果没想要在钻石公主上面的图片 又看得非常清楚 它真的就是出现在这边 所以就是再一次的证明就是这个S2M的话 不是一个就是说就是conserve的一个region 它事实上是一个就是图片的热区 那当然我不是唯一研究钻石公主号的人 那就是大概有四五个实验室 就是同时都有在研究钻石公主号 不过我们看的东西不大一样 那这是哈佛工卫的就是研究 那他们发现呢 事实上在钻石公主号上面就是可以证明的 这个新冠病毒基本上是Airborne的Transmission 所以这个当中 而且是它甚至有五成的这个几率 事实上是Airborne Transmission造成的 所以这边是就是它相关的情形 所以After quarantine当中呢 那个Aerosol的这个Transmission 事实上还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它的传染率上是相当的高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谈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精英的这个监测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病毒的序列 也需要花钱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就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英国 因为英国占的所有的序列 这个220万的序列当中 大概是有三分之一的序列是他们所提供的 那也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就是筛选 就是说就是不断的去解开这些病毒序列 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就是Alpha的Variant 那时候叫做B1.1.7 然后但是在12月份的时候的话 他们就已经发布全球警报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Variant已经变成了 就是好像很主流的这个传染源 所以这也就是再次的证明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呢 就是有解序列的这样子一个能量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呢 这些变种或者说甚至是突变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的 就是接下来Talk还会讲到呢 Delta的Variant 就是India的这个Variant 所以就说那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这边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是在面对不同的病毒了 这个病毒不是2020年的那个武汉原来的那个病毒 所以请不要用2020年的思维来面对2021年的新的病毒 那这个Delta呢 现在当然就说很火红 为什么因为它只不过是短短的两个月之内 从4月到现在 它的市占率已经就是说是升高到了七成左右 这全球都在害怕的 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 一家四口全部都住院 还是还是大人在哦 所以这个Delta上是相当的可怕 那就是疾管局呢 在几天之前的话 把那个屏东的那个 就是Delta的这个病毒株的这个训练呢 放在了这个就是G-SET上面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是 这个Delta变异株的话呢 它有这个L452R以及T478K的这样子一个突变 那这个突变的话基本上就是会 就是会增强它的这个感染力 以及呢就是说它有免疫逃脱的效果 也就是说这个综合抗体呢 就是对它们的这个结合比较差 那当然就说它们这些 这些变异株呢 都有个同样的特色 就是说呢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 就是对综合抗体的这个结合力 下降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变异株 这么的小心的理由 也就在这里 那这个基因检测有什么好处呢 比方说呢台湾呢 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后的话呢 放在这个就是网站上面的序列 总共是有19个 那其中的话在长庚 以及呢在那三种呢 它们就各找到 就是说有一个病人 就是它上头的话呢 具有一个新的图片 这个是Alpha Variant 但是就是说有一个新的图片 事实上是大部分Alpha Variant 都没有看到的 那这个图片事实上是M1237I 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 这个基因检测试 的确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这个M1237I的这个图片呢 不是没有关系的图片哦 这个东西的话 事实上是会就是会减低呢 这个对于就是抗体的 这个就是Sensitivity 所以事实上这个 这些这些图片还是要小心的 不是说它一定要变成 某个variant 我们才需要当心 就是有些小图片 它可能就是心心之火就会燎原 所以我们当然是需要保有 这样子一个精英监测的 一个能力 那我们才有办法就是避免呢 就是新的图片呢 就是快速的散播开来 所以当我们现在就是讲那么多 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希望是说 我们做research的这个研究呢 能够呢来的预测 或甚至是预报呢 这个可能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所以呢就是说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那在这个讲这个之前的话呢 就是我们先要知道 就是说有些 这个变异株呢也是相当的厉害 例如说像这个是Lambda的变异株 那这个原先是在那个就是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 在秘鲁首先发现 那目前的话呢已经有八成的病例 就是在秘鲁有八成病例 就是都是这样这个Lambda variant造成的 那它也散的就是说到了这个29个国家 所以为什么WHO在前几个礼拜呢 就是也公告说这个这次要很小心这样子 那这次呢它为什么要很小心 是因为它在这个就说这个Lub M5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在那个Potein的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有一个Deletion 所以这个Lub就不见了 那换句话说呢 这时候就会呢降低这个跟综合抗体的这个结合效率 那当然就说这个病毒一定是比较不好的 那所以这是我呢还没有发表的研究 不过就是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同样是Delta的这个variant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是站在印度 以及跟在英国如果两个相比的话 那个就是在印度的这个就是殡异柱的话 它的这个突变的这个就是频率的话 上是高过远高过上是五倍 就是说远高过这个在英国的Delta变异株 而呢Lambda的变异株呢 因为世界各地的Lambda的变异株 它现在total的这个就是这个mutation的frequency的话呢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们知道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算是同一个变异株 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环境的话 它的这个突变的这个就是频率的话 还是还是相当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可以解释说 这个是因为隔离的效果 或者说有没有打疫苗的普及率啊 还有就是说就是它的医疗的这个状况 不过看到这个这个图还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就是它这样子代表是说每个每个的这个人呢 身上呢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这个突变的这个这个量 事实上就有相当有五倍之多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那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病毒的这个 它的这个nucleotide的这个diversity 它多样性的就是说用时间当横轴来画出来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呢 Delta在英国呢就是开始发生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diversity就越来越小 那换句话说这个是死什么意思 就是说就是这个疫苗似乎呢 好像对于这个病毒的这个筛选是有它的作用的 所以这时候病疫就越来越小这样子 然后呢可是在印度当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那个diversity的话呢 就是从一开始比较多 然后呢后来降下来之后啊 它又变多回来 所以就说这个这个diversity 当然就说只是说病毒的多样性就越来越多 那alpha的话根本不是alpha 那个alpha的话呢 就是一路就是往上的就在升高当中 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代表的是说 我想在不同的国家呢 就是它的病毒呢遇到的就是挑战 以及它的天则的条件以及压力呢 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我用呢 刚才我讲到这个数学就是叫Tajima D呢 就是画出来这个图哦 那我刚刚是说过这个这样子的演化数学 基本上就是分辨说它是不是这个随机的这个图片 还是说它基本上是不是随机的图片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遭受到天则压力的状况之下 产生的这个图片 那那个就是我刚刚也说过 在数字越低的时候代表是说 它是有那个正向的选择 就是要把这个就是好的图片选出来 所以呢我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数值的话就会一路往下掉 然后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印度 因为印度的出现比较早 所以呢当然说大家都是一路往下掉 所以呢我们如果今天搭配的这个 就是临床的这个 或者说公共卫生学上面 流行病学上面的这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呢事实上是可以有一些预报的作用的 因为因为那个Tajima D这个数字的话呢 原则上呢就是小于2的话 就是有显著的差异 那如果今天把这条线的话 往下拉到2.5的话 那你这时候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小于2.5之后的话呢 大概一周到两周之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疫情就会爆开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这个交界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蓝色 对不起绿色的这个箭头就会发生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交界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红色的地方是发生在这里 然后蓝色的这个在这个英国的话呢 我们也发现大概是 差不多是一周到两周之后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是利用一些 就是演化数学的方式 然后呢有可能的来这个就是去预报说 这个疫情爆发的这个情形 当然了这个就是Tajima B不是唯一的演化的数学的模型 所以那我电脑里头的话呢 有大概将近了六七种不同的数学模型 所以目前呢还在研究当中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充满希望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是说呢 是不是什么时候这个变种可能在某地方待了一阵子 然后突然之间它这时候就是会爆发开来 我觉得它是有它的这个理由所在 所以今天的这个演讲的这个summary呢 就是我们找到了就是浙金巴黎五厅的这个就是突变 那后来这个突变就是说变得全球都是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呢 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s2m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保留的序列 事实上不是 在新冠病毒当中它反而是一个造成突变的一个热区 那在同时呢 就是说在那个专时公主号上面 专时公主号上我们发现了就是 这个它的quarantine 这个就是把他们隔离开来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有产生这个就是很强大的这个演化学的这个压力 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向演化的这个情形 然后的话呢就是那如果是说人没有在隔离好的时候的话呢 RNA recombination马上就来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有利的图变是一下子就散播开来 不会是就是要等到就是说 好像呢就是慢慢的就是靠着这个就是点图变 事实上是不需要 这个新冠病毒可以利用RNA recombination方式 立刻快速得到图变 那当然就是说最后的话是 有点像是我的一个proposal 就是我觉得演化数学可能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变成一个就是预报这个疫情的一个 一种新的方式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要在这边感谢呢 就是很多人的帮助 尤其是在高层市里还有医院的 就是 陈介凡医师我同学以及呢 蔡东宇医师 还有余正会疾管师 以及呢就是CDC的就是 郑博士 那呢我同时也那个就是谢谢呢 就是WHO的那个主编 以及呢NEJM的主编呢 实际上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那那个在这边呢 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演讲 那这个是我的实验室所在地 在Inner Harbor 那巴尔定谋最有名的地方在这里 那我实验室上就是在巴尔定谋有名的水族馆旁边 那水族馆又是在那个会议中心附近呢 所以如果呢大家有机会到巴尔定谋来开会 那记得来找我 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就是我的演讲 那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能够尽量发问 谢谢A医师的这一个演讲 那我是吴杰亮吴医师 目前在台中农种的中正医协部 那也是台湾医疗品质协会的 病人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召集人 那我想今天其实谢谢A医师在 这个整个基因的演化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演化部分 让我们有更多的深入的这个了解 那因为过去的讨论里面 大部分都聚焦在临床的照护的 这些技术或者是这些症状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个 A医师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想有不同的省思 那我们现在线上也有一些 同一些伙伴也做了一些提问 那我不晓得你有看到的问题一的部分吗 有有 你说有没有做哪些 位点不易突变适合用作治疗的标的 我的研究事实上是可以看到哪些位置 事实上是容易突变 当然就是说你看到容易突变 是不是就是知道哪些地方不太容易突变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是演化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有一张图可以可以秀一下 你们这个这个情形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像我的我的这个方式的话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哪里事实上是有造成这个突变的现象 所以就说这个我只是秀这个极蛋白的这个部分 但是就说整个病途上都有办法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这个突变的这个热区的部分的话呢 像Delta的话很明显就集中在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MTD的这个部分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突变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绿色的部分就真的就是掉了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就是对综合抗体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拜定真的是变得比较差 所以当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这个这个方式来去看 就是说有哪里的话是就是突变的这个就是热区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从这个地方就知道哪里实上是比较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可以来这边就说我想还是可以就是用来呢 就是呃就是帮助这个就是呃疫苗的这个设计这样子 嘿对好那花楼这一个问题请教这一个 哎叶医师的部分就是说这么多的突变 那其实事实上是病毒在做一个adaptation 对不对等于是他在做试验 好对但是另外一个也是挑战我们在这个抗体的 哎这一个哎我们在做了疫苗 然后要产生的抗体的一个挑战 那你觉得目前你所掌握到这一些未典的mutation 那跟我们现有的这些疫苗的这个设计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已经可以 没许有哪些的疫苗可能他会变成比较没有效 哦这个部分事实上疫苗有没有效都还是要就是说临床实验才 就是说才能够知道因为呃这个疫苗的效价老实说就是 现在效价都相当的高也就是说你就算是少了一些这个综合抗体的这个就是 呃拜因的情形的话呢那就是很多时候疫苗还是有效的你就是从一个非常有效到就是还蛮有效的情形 所以不是说整个就是完全的无效 所以便是说这个疫苗有效或没效都还是要就是说在临床上面来看 那现在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很多的呃证据 我想大家都是有在提这免疫桥接的这个部分哦 那现在就说这个还是在实验室的一个呃呃一个一个层级 所以就说我们还是就是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临床实验来看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有效或没效这样子嗯哼 好ok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可能呃 你第一个再就是说您也了解到目前台湾取得疫苗的种类有蛮多的它不是单一比如说AZ 比如说这个BNT啊或者莫德纳等等 好那这里面就会挑战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打了第一剂AZ 那后面的BNT或者是莫德纳这种Hybrid的这种Macination 从病毒的角色或是从免疫的角色那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说如果因为现在这个部分实际上相当热门哦 因为全球都在想要看这个呃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如果是你看到全球现在呢疫苗打的数量的话呢 就是呃只有30就是不到一半的那个人口实际上是有被有被打到疫苗的 所以这个打了疫苗还是相当的少 所以就说在这种就是Hybrid的这个Vacination不是只是在学理上面的一个争议哦 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在食物上面也是就是说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这是大家关心的理由啦 尤其是台湾也是那么多不同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这个事情事实上是可以呃很快速做事 因为这必须就是说因为临床时间还是必须要知道 可是这个实验应该很快就要做 所以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献是让大家都在呃做类似的实验 那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实验出来结果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的话 那这样子一个混打情形我并不我个人并不是说特别的反对这样子 因为呃呃我我的想法是说当然你能够就是走完这些呃疫苗过程当然是很好 可是问题是说就是呃这个也是说在食物上面真的不是说那么的呃那么的可行啊 所以就说就是我我相信就说我们还是有实验数据来说的话呢 有的话呢这个是呃是相当好的 好看来呃这样的一个疫苗的这部分我想在准备这个题目的过程里面 呃你现在有看得到现在的问题3吗 有嗯呃这个Nuke diversity的计算的方式基本上是 是两个两个比较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那个演化上面一个专有名词 他那个那个那个parameter实际上是set out是非常的呃确定的 所以他说是pattern of a nucleotide change 这上次不是pattern应该是说他的这个就是他量量比较的他差异呃有多大 那大家可以知道是说例如说在100个人当中 那就是你今天如果是说呢大家都不太不大不大一样的时候 你这时候量量比较就会就会很清楚了这样子嘿 诶那刚刚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看一下刚问题是quite common cancer consider 所以different patterns have a different driving force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老师说在科学上面来说是不是呃这个在那个different driving force的话是非常有可能的哦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你今天在去年啊没有那个疫苗状况这样像钻石公主话好了对不对 当病毒遇到一个就是说呃新的物种说他的确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呃 你会看到那个天泽压力会出现嘛对不对就是说你有格力的时候天泽压力也会出现可是你今天是呃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天泽压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出现不是戴口罩也就是说他打疫苗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driving force是有可能不同的对答案是肯定的对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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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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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非常科学家研究 很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Colonavirus在野外的时候 遇到了同一个数族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产生 这个基因recombination 就是A病毒跟B病毒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两个不同的病毒 不像我刚刚用的这个例子 是两个事实上是类似的病毒 这个时候很多研究是显示书 似乎这样的recombination 发生是在大概几十年前的时候 就说造成这样子一个 就产生新的Colonavirus病毒 对 OK来我们 我们慕名到下一个问题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林少林林医师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是林少林医师公子的家教 所以 对 那那个林医师就说 如果在这边在的话 要跟林少林医师问好 这样子 对 那所以他说有下波流行 我觉得现在呢 全球大家都有心意准备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要追究第三剂 因为连那个 就是说连以色列都要讨论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知道是说 Delta有多令人恐惧 所以就说这个第三剂追加的疫苗的注射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这是我的预测啦 就是说这是我现在的预测 那那他说是不是追加 是不是要换这个其他MR那疫苗 那我现在是蛮期待的 就是说这个BNT以及那个Moderna 他们就是会 会就是针对这些变异株呢 就是产生那个就是 呃就是做出新的这个疫苗 大家知道那个Moderna 事实上只花66天就就做出那个 就是呃那个新的疫苗了 所以这个现在疫苗的这个 就是反应的速度可以相当的快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办法呢 就是呃有办法就是做出新的疫苗 让让大家最后就是打第三剂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这个就是呃 新的变异株呢 是比较有免疫力的好 那所以他有一点OK 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流感 每年都在筛选要针对哪一个type去打的啦 哦这个非常的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 现在这个疫苗打的速度的话 是连WHO都很烦恼的事情 不然不会今天在吵我说这个问题 这个演化怎么演化 我说你们不能放着病毒演化 你们应该是让大家赶快打疫苗 病毒就不会演化 对啊就是不能说让我去猜病毒怎么演化 然后就说要怎么打疫苗 这我说是不可以反过来的 就是要先去延续避免 因为这个疫苗毕竟不是不是补破洞 避免疫苗应该就是说是要先发制人这样子 对 OK好来 莫名到下一个题目 好 疫苗覆盖高的时候完全取代取消入境管制 呃跟social distance限制 有没有可能反而促进病毒加速演化来克制疫苗 我觉得疫苗覆盖率如果够高的时候的话呢 这时候呢 呃我想他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会减轻这个就是说重症 主要来讲 疫苗事实上并不是避免传染嘛 不然不会一家四口都中 就是他们都打完了BNT 那主要是说呢就是他们就算是住了院 是不是就是说死亡率就是会不断的就是下降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英国的话上线 现在比较像是流感对不对 就是说就是呃死亡率没有那么多 住院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就是说得到人还是不断的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情形 那只要是说呃这样不断的 就是说呃越来越多情形的话呢 就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是就是 就是他这个病毒还是事实上还是不断的在突变对不对 那等到他找到一个破口之后 他又会再卷土重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大家真的是要比拼这个打疫苗的这个这个速度这样子 嘿所以就说完全取消管制的结果的话 我相信如果疫苗覆盖率比较高的时候的话 呃就是不会有这个就是呃重症太多重症发生了 但是就是还是有可能就是呃就是造成新的突变这样子对 好OK那我想其实事实上应该不只有我们刚刚上面提的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想呃我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再让请教一个 哎有点历史的问题啦吼那请教医师的部分就是说 哎SARS在当年大概一年两年就结束了吼那就没有了 那Covid-19目前看起来他不会an没有ending的部分 甚至走向pattern有一点走向类似流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你觉得这两个病毒在表现上面 吼在未来部分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当年的SARS SARS的自己的宿主那是笨的病毒会做的事情 那聪明的病毒就像Covid-19这样子留一半活口 那他就有办法那个就是不断的在散布 这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形态 那你今天把宿主SARS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演化的路堵死了 所以就说就是所以SARS最后就会当他的那个announce 如果你有control到一个程度对不对 这时候就是说哎那个而且发烧 那个病人基本上中了就会发烧对不对 所以你把发烧管住的话呢 基本上病毒就被管住了 所以就说他就会慢慢走向灭绝 这是SARS当时就说那是笨病毒才会做的方法 真的优秀病毒的话呢就是会像HBV HIV这样就说搞没完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会潜伏在这个人体当中 那潜伏当然就说我们是这样讲潜伏 那是carrier的状况对不对 但是COVID-19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真的是有一半没有症状 这一半的人事实上呢是到处传播病毒的 那我在过去一年当中就是说 呃就是有呃也不能算旧啊 就是说有有提醒过一些状况 例如说有那个小孩子出去玩 结果就是说全部都中十几个 十二个十二个就是高中生啊 就是就是全部都得到那个COVID-19 那因为那个就是说青少年得到COVID-19 他们的症状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 所以可是他们还是得到了这样子 那我是提醒那个家长说 你应该就抓你的那个儿子去咽咽看看有没有 结果没想到就是一抓就是全校有十二个都都都得到的情形 那其中的话呢 还有就是当时一起玩球的呃这个人当中的话 诶还真的就说四五个事实上是连症状都没有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无症状的这些人散播 那还是真的比较麻烦的问题这样子 对 好 ok 那我想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在演讲里面提到Mutation的frequency 有区域上面的一个差别 那也提到了这个钻石公子号里面 把大家cross在一个space里面 可能会增加Mutation的这一个风险机会 那你觉得这个Mutation的frequency 如果它的变化更多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对整个疫苗的 对整个这一个病毒的控制或治疗可能会更大的挑战 那你觉得这些Mutation frequency的产生的风险的点 或者哪些的因素会造成这个Mutation的增加 或者是怎么样去让它的这种风险减少 我觉得真的唯一能够封住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疫苗 我不是说特别想在就是大众的场合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啊 就是说因为印度真的并不是一个就是疫苗覆盖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天才会看到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 它的那个就是说数字的话掉下来之后又回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时候就是代表是说呢 它并没有一个那个演化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去把它就是锁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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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所以呢那再这样 所以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是就是说要赶快的打疫苗 赶快的就是说去停止这样子一个散播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散播链这样子 对不然的话风险就会越来越高 因为等到那个就是说因为他们病毒最厉害 就是收集对他自己有利的这个就是突变 然后造成fixation 我在我想我在演讲中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 他们收集要有利的突变他们是要留着的 所以就是说就是那这时候会整个那个族群都散播 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呢 它呢在那个就是说综合抗体那个结合的那个那个点上 就是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缺失的情形 那这时候综合抗体就认不到他了 所以当你发生那样子一个突变的时候 这就是非常非常危险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呢 就是例如说啦 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Delta遇到Lambda这样子的情形 你就是说今天两个不同的那个放在一起的结果的话 那个只会就是那情形就会更糟糕 所以现在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对疫苗的话我们都还是针对就某一个特定的这个 就是说那个变异株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那个混合型的变异株 那今天如果是说呢就是让这个就是A 就是说这个那个例如说像Delta遇到Lambda 那这两个那个变异株就是混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们很可能就是两个有利的突变都拿哦 所以这时候就是这个这个对于现在目前这中和抗体的这个就是效力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急速的在在往下当中 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要跟拼拼速度的理由就是在这里 所以希望台湾也能够就是早点能够就是完成这个就是疫苗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覆盖率这样子 那我们才不会就是遇到这个病毒就是攻进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是好像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个相关疫情的爆发 好我想谢谢非常谢谢A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演讲 从基从基础医学从基因的从这个病毒的基因的这个角度出来 那我们再看临床跟这个这个防疫的这个议题 那我想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庄庄庄庄主任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目前在线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 那我们请黄鸢渊教授来帮我们做closing 谢谢 OK 各位先进大家晚安 我是林口产科黄鸢渊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叶婷玉叶医师跟叶教授 给我们一个这么非常comprehensive的一个talk 那我们对于我们正好身属SARS-CoV-2 在一个pandemic的年代里面 让我们对这个病毒 它的变异跟演化的基转有个深入的了解 当然对SARS-CoV-2这个病毒 它是一个超过3万Base Pell的一个RNA的病毒 它虽然是透过这么奇妙跟复杂的一个基转 可以重建它的叶异性的点位的显现 那也因为藉由这样而增加它的传染力 同时可以做免疫套多让我们对中和被抗体的这个辨识 当然为了希望它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增加它的毒力 但是这看起来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一次的延展也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临床上的对病毒的治疗 除了临床治疗以外跟很多公卫防疫的手段以外 当然如果能够对我病毒基因的序列 免化素的这个分析跟来源的推论也是十分的重要的 当然新疫病毒未来可能会永远跟着我们 未来我想可能成熟不求 也许未来会有COVID-22或26 当然这里面我们人类作为是会决定一下Botron的源头 我想今天再一次谢谢叶教授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演讲 也谢谢我们伪尊主席跟我们安排这么好的一个Virtual的Meeting 最后祝各位平安健康晚安 谢谢 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